联邦保守党呼吁多倫多圣多圣保罗选区的犹太选民 在保选的时候改投保守党 抗议总理杜鲁多应对反犹太事件不力 幽灵明不得 多倫多圣多圣保罗选区将在今个月24号举行保选 选出新的国会议员来接替已经辞任 自由党政府的前精神健康及辟引部长Carolin Bennett 在多倫多这个自由党票仓 保守党副党魁兰芝曼 最近向该区的犹太选民发信 呼吁他们改投该党 来抗议总理杜鲁多对犹太族群的背叛 保守党指控杜鲁多自去年以色列和哈马斯巴发战争以来 杜鲁多对国内针对犹太人的仇恨声温保持沉默 202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多倫多圣保罗选区是全国犹太人口第五多的选区 占约一成半 虽然该选区的国会议员席位长期被自由党占据 但是由于近期自由党支持到落口于保守党 因此该选区的保选受到密切关注 对 对